周一相談深入時事話題 今天我們請到的貴賓是 胡元豹參議員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參議院是怎麼樣操作 而且新的獨立參議員 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謝謝您 剛剛您提到說 你們是獨立的參議員是第一批 其實有時候像過去的做法 都是黨邊每次投票 總理就會打電話來講說我要什麼 然後黨邊就會告訴說 make sure 你會做什麼 可是現在你是獨立的 你完全不受這種控制 也沒有人去逼你 你必須要去自己 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做你的決定 可是自由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沒錯 你是用怎麼樣的一個principle來 guide你自己 來make sure你自己是清醒的 而不偏思 對對對 獨立不是隨便來做的意思 對嗎 自由也是自由 但是不是完全的自由 因為我們做獨立的參議員 是 within a context con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我們的 constitutional 責任 the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near term 還有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ong term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還有一點就是我是這個VC省的參議員對吧 其他參議員就代表各個省的 我們也是要對我們省的看法 考慮這個法律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it affects the provinces we come from the regions we come from so independence 獨立呢 不是各個人的想法 隨便要做就做法 it is not what you feel and what you think it is how you use your judgment 這兩個不一樣 對嗎 because if everybody in the Senate votes based on how they feel then they are just voting for themselves 我們的責任不是對我們自己 是對比較大的這個團體 我們選我們的minority group 還是什麼interest group 還有國家的 國家的interest 反正你剛剛講的這個 對於一個獨立的思考 你這個定義 其實是很多初次接觸自由民主國家的時候 很容易走的一個誤差 那就是民主政治 當你要做一個獨立的思考的時候 不是跟著感覺走 你的愛情你的感情可以跟著感覺走 可是當你去做一個屬於公眾的責任 公眾的決定的時候 你要根據一定嚴格的法律 你剛剛提到的憲法 對 你提到的是你代表BC省 從BC省來BC省的公眾的意願 我覺得這些一個基本的規範 是你跟著原則走 對啦 很多人說你是獨立參議員 你應該用你的conscience vote according to her 這我覺得是不對 沒有一個法律 完全國家的人會同意 對嗎 對嗎 所以當政策人員 我們要嘗試找方法 追蹤我們的法律 去影響Canadian價值 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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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點呢 我跟你說 雖然我們差不多40多個 這個獨立的參議員 我們不是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沒有考慮啊 沒有談天啊 我們平時有這個論壇 還有這個開會啊 我們獨立參議員 會在一起談這個法律的事情 我們的意見啊 我們不可能 強制到任何人選擇 但我們有很豐富的談論 我們有很豐富的談論 你這樣子講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比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市議會 尤其是市議會 對 那這種分成黨派那樣子 去鬥的你死我活 你贏我輸 一定是我贏你輸這樣子的 的一種鬥爭要有建設性多了 對 現在有問題 大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 然後這種意中求同 你們在意中求同的過程 不是在 不見得是在議會裡面吧 對 You see the whole idea of the Senate is that if the Senate behaves like the House of Commons 那為什麼要參議院呢 就沒有用了 如果我們跟這個會議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們的好處就沒有什麼好處了 對吧 所以我們努力做到在議會 是要有議會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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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 but the difference is this a senator should be making a decision not based on what the house did or based on what the impact will be on an election but based o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is can be a conservative philosophy it can be a new democratic philosophy it can be a socialist philosophy it can be a liberal philosophy 都好 but it shouldn't be based on partisan politics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是为了要 你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众议院他们谈很多事情 都是为了连任 为了下一次选举 我能够抢到多少票 而你们因为没有固定的任期 所以你们想的会是比5年4年 对 要长很多的一个影响 从这个地方去角度 那目前你们只有40几个 其他的 那还有一百多位保守党的 一共是105 105 而他们会不会也开始 觉得你们这样子做是比较认同 他们有没有人弃暗投明 这个我不应该这么说 但是这个意思宁晓得 对对对对 自由党的参议员他们已经怎么说 解放了可以说 从自由党已经解放了 他们还是表示自由党的这个名牌 但是他们 他们一共有差不多20几个 保守党有差不多38-40个参议员 但是他们还是主要是这个党子的参议员 所以他们是主要的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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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批评他们 这个很重要 我不是批评保守党的参议员 因为这是以前的做法嘛 他们的想法就是参议员应该是这样做法的 这两个可以一起做法 你虽然可以是保守党的支持者 还是自由党的支持者 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都可以 你虽然可以有一个抗议的理想 但是你应该不会选择 基于什么 的家人是做的 还是基于 的主持人 或主持人 或是基于怎么会影响 的选择 这个是 如果你要做的 那我的想法就是参议员的这个 这个质量加上的 就没有什么特色了 所以你可以是自由党 当然 你可以是保守党 你可以是支持者 但是你不能党性高过人性 也不是说不能 但是如果你要把参议员的 真的独立的有贡献 我觉得partisan politics 不应该做成一个这个factor in your decision making 那要做这样子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独立 就是说像您这样子的 得以任命的时候 就是给你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空间 现在的参议员 好像总理开始越来越不去自己做主了 现在是好像是自己都可以推荐自己的 这个新的这个提名过程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说不定我们观众很快就有人会自我推荐 马上成为我们以后的参议员了 这个程序你给我介绍一下 好好很简单而已 所以如果有这个vacancy in your province then there will be a call for applications 都在网上很简单 就这样的大联邦政府网站 联邦政府网站 很容易找到 你申请就fill out an online form 完全在网站可以做法 你需要提供一些参议员 你需要提供一些背景的资源 这个应用选择 第一次就会进行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的区域 的区域的区域 他们会选择一个长期的区域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给了一个公司的区域 这个区域 会给到一个国际的区域 的区域 现在陳宗雍 总理想起来 所以总理的区域 所以总理还要有 这个区域 但是 但是 这个选择 到任何方向要来 and the recommendation comes from an independent body 这两点很重要 以前是哪一个人在选举的时候 对党有贡献 或者是退休的参议员 那个总理喜欢他的 或者是没有选上的 没有选上的 对对对 and you know this is also you can see that this is working in a way because there are a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politics who are very good 很好的人 无论是保守党 自由党 新民旧党 but because the prime minister has said he doesn't want partisan politicians in a way they have been excluded they don't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become I actually think this is a problem that over time I hope we can change because we want good people 无论他们的背景是什么背景 他们如果 they are good Canadian citizens good experience they can contribute they should be eligible but they should not act as partisan politicians in the chamber 所以其实你这样子讲的话 应该是独立的参议员 不是独立选举的方式 推举的方式固然重要 但是自己有没有独立思考的一种自我要求 自我反省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了 非常谢谢您 非常感谢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观众 离开看完这个节目 会有一个很清确的了解 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参议院 能够继续理性超过党性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进步会更快 周一祥谈今天到这里为止 我们非常谢谢胡参议员 下次再见